另一方面,Kroger今天宣布美国交通部前部长赵小兰被选任为公司董事会成员。 Kroger主席兼首席执行官Ronnie McMullen表示,非常欢迎赵小兰加入Kroger。 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美国及全球领导者,将为Kroger董事会奉献其在公司治理、战略与劳动力管理、 和公司合作伙伴关系方面广博而深刻的专业知识造诣,以及在美国政府最高层任职的丰富经验。 赵小兰的杰出职业生涯涉及公共、私人和非盈利部门领域的美国国内及国际组织, 包括担任美国劳工部长、美国交通部长、几家上市公司董事会董事、 美国联合劝募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以及美国和平队总监。 赵小兰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在总统内阁任职的亚太裔美国女性, 也是二战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美国内阁部长。 她8岁时移民到美国,不会说任何英文,19岁获得公民身份。 她从曼赫连学院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, 并从哈佛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。 由于她在许多领域和公共服务方面的伟大成就, 她还获得了37个荣誉博士学位。 赵小兰当选董事会董事, 任期至Kroger2022年6月举办的年度股东会议, 届时她将参加股东选举。 McMullen先生还表示, Kroger积极主动的董事会革新战略, 确保组织受益于董事会成员所独具的专业造诣和多样化视角。 Kroger董事会致力于为股东、客户、员工和社区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。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。